的事業糕點 日前她也來到了 我們的獨家鏡頭 聊聊過去的 幾個月的心路歷程 東方衛視 文芸新天地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就是節目結束之後 和大家還有聯絲嗎 希望自己在你 當地有很多 推考文章會 會給大家帶來 什麼樣的作品呢 現在基本上 一天或者兩天 一個城市就這麼地跑 我粉絲特別好笑 你看一看 這麼多人來接你 你真的紅了狂拍 我很激動你知道嗎 她比我還激動 就特別可愛 眼下的高人氣 或許是王菲菲始料未及的 畢竟此前的她 一度默默無聞 但是隨著一次次 炸裂舞台的表演 這個積極 專注 有著超強業務能力的姐姐 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 甚至不少人 還會挖出多年前 王菲菲的視頻考古 以女團隊員出道 在第九個年頭組合 宣告解散 29歲的王菲菲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陷入了沒有舞台的窘境 如今破浪歸來 她渴望抓住每一次機會 每一個舞台 到了30歲了以後 我覺得我 就是想清楚了很多東西 並且我會覺得 我不去害怕很多東西 我勇敢了 然後在今年 能被那麼多人去喜歡 去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我需要 好好去珍惜的 記者劉沖 廣州獨家採訪報導 你怎麼都在